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奋斗之下 我们还有点希望 那我想我们请那个雷倩呢 雷倩主委就帮我们 稍微从头 如果有的朋友不太了解的话 解释一下 为什么 复联会会走到这样子 为什么这个蔡政府 要对复联会这个样子 然后到今天 今天是7月3号 那到今天截止呢 我们现在复联会 在你的领导之下 努力奋斗之下 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谢谢 好我就快快的 这样像是前情摘要吧 因为在两三年来 大家看到的复联会 都是这种抗争的历史 主要的就是 民进党在2016年 蔡英文第二次 民进党第二次执政 蔡英文上台之后呢 就引用了一个西德的概念 叫做转型正义 那其实在西德是 一个极权的 共产政权的政府 东德要消灭 然后他要跟西德合并 所以中间要处理很多问题 那我们根本并没有 一个政府消灭 或者一个政权消灭 大家都知道 台湾是经由选举 和平转移 从一个政党 到另外一个政党 轮流执政的 所以其实是完全不同 但是因为他们 借了这个概念以后呢 就做了党产条例 就来处理另外一个政党 相关的财产 促转条例 说要重新去改写历史 然后最后又定了一个政党法 我称呼它为政党管理条例 因为政党本来是一个国家 政党政治最高的 就是宪法层次的机关 可是政党法呢 是把它降低到说 我用一个条例 用内政部就来管理你的政党法 所以内政部管的政党法 是我们最新的一个抗争 第一个抗争就是 在党产条例之下的党产会 认定了复联会为国民党的附罪组织 在隔一年呢 他又下了一个命令 要没收复联会99.3% 也就是388亿的财产 那这两个都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我们用法律名字叫做系署中 就是正在诉讼 复联会是原告 党产会是被告 那我觉得这概念非常重要 如果人民的权益被行政单位侵害 那你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就是你去行政法院 所以我们去那里提告 在这个过程中 法官要依法审理 但是他如果对于他所依的这个法 感到有疑意的话 他可以申请示宪 也就是说 法官不能说 这个法他觉得跟宪法有抵触 他还是跟着他就去判 他必须要先确定 宪法到底跟这个法有没有抵触 所以我们的案子叫做裁庭 他被裁定停止审判 然后法官就申请去释宪 释宪就是要去救 不当党产处理条例 就是党产条例 他们有时候叫他不当条例 就是这个党产条例 到底是不是违背宪法 宪法中间的几个重要的精神 跟宪法的几个重要的条文 这件事情去释宪 所以我们6月30号就产生了 大法官开言辞辩论庭的 那个重要的活动 那么另外我就顺便先讲完 最后我刚刚有讲到第三个 那个政党法 政党法呢 是给内政部一个超级太上的权力 本来政党的解散 是属于宪法保留事项 就是平常法律都不能处理的 一定要在宪法才能处理 可是在政党法里面 内政部居然可以依政党法的第43条 在4月27号到29号中间 连续废止了171个政党 42个政治团体的立案 就是国家居然用一个 莫名其妙的政党管理办法 来管理政党 管理我们的结社权 跟政治参与权的方式呢 给了内政部一个太上的权力 居然去解散消灭了政党 所以海外的朋友一定要知道 台湾的民主现在是一个 非常可怕的倒车的状态 开倒车 这完全是一个倒车 那我回头去讲说 6月30号就是因为 无论是国民党被党产条例 跟党产会所处理的财产 或者是他们相关的组织 像中投啦 民生基金会啊 还有他什么新玉台 他底下的一些组织呢 也有另外一个庭 就是台北高等行政法 有两个庭的法官 一个庭是三位嘛 就是审判长跟两位 就是何一庭 那两个庭就是有六位法官 觉得党产条例有问题 所以他们提了这个事件案 我们就在6月30号去 出席了这个延迟辩论 是 所以这个结果要什么时候出来 大法官许宗立 他在最后说 他说一个月之内会告诉大家 我们什么时候把解释文做出来 那看他最近几个比较重要的解释文都在三个月之内 所以你七月底再加三个月 就是八月也可能九月也可能最晚应该是十月底他就会出来 所以目前为止如果说最后的决定没有出来 就表示目前我们复联会还是就是他不能动 是在一个停止执行的状态 财产的部分 那至于说我们被解散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也是去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去要求停止执行 我们在5月27号获得了停止执行的命令 当然内政部立刻就去抗告 他就送到了最高行政法院 这中间有一个可怕的这个小的司法小动作 我们有机会就跟大家说 那这个东西现在是在最高行政法院的桌子上 等他们判 是 我觉得大家关心复联会的朋友都知道 复联会是我们蒋夫人创办的 然后已经七十年了 那复联会呢 一直都是在做社会的公益 那这是因为这个促转会 就是蔡英文他们政府成立这个促转会 就认定我们复联会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 那其实呢 其实大家了解的时候 这个国民党是国民党 这个复联会并不是党的组织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雷倩主委很了不起的是 他做了一件七十年来 复联会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就是他带了挺复联会的朋友们 上街头去抗争 对因为七十年来的复联会 你如果看我们的历史照片的话 都是大家去闹军啊 去照顾孤儿啊 去照顾伤兵啊 或者是去慈善团体 我们的长辈们 他们故意抹黑 他们叫官夫人 他们是有这些社会身份 但是他是用这些身份去做慈善公益 其实在美国的朋友就很知道 包括什么 Rockefeller Foundation啊 他们也都是有身份的人 就是他们去做慈善公益嘛 从来没有一次上街头的 是七十年从未 为什么会这么做 因为我们被逼的 被逼的没有办法 被逼到不得已 连九十五岁九十六岁的委员 主委 常委们 常委们都去了 上街头 我看了很感动 那是为什么他要求一个公证 而且我们那时候真的是生死存亡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四月二十七号 被内政部去撤销我们的时候 就内政部他们包括次长啊 在新闻上面都说 复联会已经走入历史 已经已经辞定了 意思是这样 那同时呢 给我们的公文是说 五月十一号一定要有个清算人 这个清算人就要就任 然后就开始清算财产 那我们就按照诉愿法 因为我们要先去行政院去诉愿 我们就是说 你一定要停止执行这件事情 你要给我们时间来处理 他们不可以的话 我们五月十一号那一天 就是走上街头的那一天呢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 送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请他停止执行 所以那一天我们连续做了三个动作 在复联会的门口呢 就是告诉大家说 你要抢救复联会 要做公益的复联会 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到了立法院的门口 让他们希望他们有机会 去重新考虑这个宪法 对于结社权的保护 所以这个内政部去 用政党法来解散我们 其实是违宪的 所以我们去立法院去 请他们修法 然后最后就是去北高行 去地状 我记得派那天 整天都跟我们在一起 你会看到说 我们这一群 事实上一点也不夸张的老弱妇孺 我们人家说老弱妇孺听起来不好听 我觉得完全不夸张 我们就是老弱妇孺 我们是国家机器跟国家权力 本来应该保障的对象 可是逼着我们得要去征公益 然后最后我们在北高行里面讲的是 司法互宪法 司法一定要互宪法 这是我们现在打的最高层级的仗 那这一次的视线呢 也是一模一样 今天司法就是大法官司法院 如果不能互宪法的话 台湾就不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 我们虽然有民主的形式 当年民进党用民主跟自由 要各种各样的自由 去向当时他们号称威权的国民党 去争自由 但是现在我们碰到同样威权跟极权的民进党 我们要向他们要的是法治 就是三点水的治 Rule of Constitutional Law 就是你的国家的权力 必须是正当的权力 必须是受宪法节制的 而且宪法要保障人民的这些基本权力 这是人民跟国家中间的一个利益的约 这是我们的covenant 所以我们那天最后的一个标语叫做 司法互宪法 各位朋友们你知道吗 复联会 如果我在有的时候想 如果今天不是雷倩主委在这边战争扛下来的话 可能已经早就被解散了 因为雷倩主委 大家都看到他不但人长得漂亮 口齿轻心 他的脑袋又是低流的 因为他做事情我发现 他有策略 他有strategy 策略有战略 所以我们常常做事的时候 我常常就以雷倩为一个例子 我说今天复联会 很多人报上都已经说走入历史了 对 结果你现在看复联会还在什么努力抗争 而且不但是我们现在复联会里面的朋友 而且现在台湾那天我们5月11号游行的时候 非常感动 对我看着很感动 有的人坐了轮椅来 最远的是从屏东来的 是 他们是照顾那种弱势的高度失能儿童的 他们从屏东来 对 我现在讲了我都觉得有点那个 我都觉得真的是 很 这个台湾这个社会 我们还是一大部分的我们的老百姓 还是要追求公正的 对 对于这个政府的做法真的是不公不义 大家都看不下去了 而且我想借着这个来跟派说 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站在这里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谁 是 我们知道我们是公益的复联会 所以我们在立法院门口写的是叫做 我要做公益还我复联会 你不要一天大碗来抹黑我们 我们明明就是一个公益的团体 那正是因为台湾有这么多的需要 有这么多人期待 能够用复联会的平台也好 资源也好 能够帮助他们去服务更有需要的人 实现他们的梦想 所以我们一定要抗争到底以外 在这一次的释宪案中间 我们找到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必须一定要奋斗下去的理由 就是中华民国他有一个宪法 在张巨麦他们在五五宪朝的时候 他的宪法呢 是政府跟人民有约的 我们有第十一条的言论自由 我们有第十四条的集会结社自由 我们有第十五条的生命权财产权 所以这些都是宪法保障的权利 一个从同时具有行政权 因为总统选赢了 然后立法院多数就有立法权 然后又用各种的方式呢 去把司法权把它拢进来的一个 行政立法司法全部都集中权力的 集权政府 今天如果再不尊重宪法的话 我们就是回到了一条新威权主义的不归路 台湾绝对就不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了 可是目前为止 大家看到 蔡政府所做的所有的行为 都是一些霸道 就是违背民心的 而且呢 他就是自己定了一个法 自己认为自己是合法 自己来执行 立法院因为他们的立法委员 现在是多数 所以他们自己定一个恶法 然后自己投票通过 他们就可以依法来执行 就像我们最近在看的监察院 也是一样 监察院跟大法官跟司法院 其实就是人民的捍卫者 所以我想花一点时间啊 我要补那个刚才派讲 派讲的是说那个高层次 就是这个政府 他的阿爸的心态 那在美国的朋友都知道 那个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说呢 每个人都有上天造物者 给你的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有生命自由 追求幸福的权利 他的第二段呢 马上就是说 为了让人民的这些权利得以成全 那个governments are instituted among men deriving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意思就是那个宪法法制的基础 为了人民的权利可以实现 所以在人间设立政府 而政府呢 有的正当权利 just powers 是来自于人民所愿意赋予给他的 我们小说那些三名主义叫做 政府有能 人民有权嘛 这是人民给政府的这个权利 好 我们这次事宪案中间 你无论是在程序上面 或是实质上面呢 都完全看到他的阿爸 所以不只是说在概念上 没有遵守法治 事实上我们现在对整个司法 这个judicial branch 也感到非常非常的失望 但是最后呢 北高行的法官又做了他的新闻稿 所以在黑暗中间还有一线光明 我们要花点时间把这个讲清楚 让观众朋友知道 那我先讲程序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说你没有 我们时常说due process嘛 合法程序 合理程序 但是你没有程序的公平 你就没有实质的正义 这是很简单的概念 所以我们这一次在事宪之前呢 一开头我们看到说 是只有法官跟党场会 要去做言辞辩论 我们就赶快申请啊 说我们也要参加 因为虽然是法官申请的 但是法官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判我们的案子 所以我们叫做实质关系人 那我们申请参加以后 他只给我们一个名额 一个名额最后给我们一个名额的十分钟来讲话 就是整个的言辞辩论 那你们想想看 他可以用一个行政命令 党场会就可以去没收复联会所有的财产 99.3嘛等于是全部 他们有30分钟 然后最后还有好几十分钟的结论 可是我们只有10分钟这第一点 然后接着我们就去申请 我们就去建议这些大法官说 好有两位大法官当时在定党产条例的时候 你就是法务部的顾问 也就是说你自己定了这个法 你当然不太可能将来认为这个法为限 这个就是裁判兼求援嘛 对嘛所以你回避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定的法 所以我们就找到了资料 就是许中丽大法官跟蔡宗贞两位大法官 他们当时是涉及立法的 然后另外有一位黄瑞明大法官呢 他是在立法院提案的立法委员的先生 就是尤美女的先生 那过去他们在大法官审理案件的时候 类似的案件通常都回避 那我们很客气很客气的 在6月24号写了一个承报状说 哦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你以前有这种参与啊 然后你的太太是这个提案人 你们要不要考虑呢 自行回避 我一点不夸张的 4点15分这个承报状送到了司法院 6点40分大法官会议已经把我们驳回了 两个小时之内 他没有公平正义 我们真的是 哎呀有的时候讲到真的是 我觉得第一个我要佩服你 你还在这种压力之下 这种不公不义的这个之下 你还能够那么稳重 那么 calm down 还没完啊 因为我们叫做寸步不让 寸土必争嘛 好现在你打回来就打我们脸啊 说你们根本没有资格来申请 那我们就赶快找到很多资料发现在其他的国家我们是实质关系人 那在台湾呢因为他是准用民法 所以说我们也是实质关系人 就是说他用准用一般的行政诉讼法 然后再准用民法的方式那我们也是实质关系人 所以我们是可以申请的 是 同时我们又没有向你申请 你怎么可以博我呢 既无申请何来准博 所以我们觉得很莫名其妙 那那个大家都知道24号之后就是端午廉价了 大家就去放假了 所以我们就只好在廉价回来 廉价回来的那一天 礼拜一29号 我们就再送一个申请状 我就去申请你 因为在宪法的诉讼法 已经通过了还没有完全实行的诉讼法面 他有三种回避 一种叫做应 就是你非回避不可 应当回避 其实像我刚刚讲 他们参与立法啦 他应该是第九条的应当回避 第二种第十条叫做申请回避 或被申请回避 就别人申请你要回避 第三种呢是 你用很高的道德标准自行回避 所以我们第一封信写的是说 拜托你用高的标准就自行回避 那你既然不肯的话 我只好申请你回避对吗 所以我们29号就再送了一个申请书 29号送进去果不其然 30号的上午 在我们开始宪法的辩论庭之前 我们的律师八点十几分到的时候 书记官就说麻烦你签收一下 他们又博了 所以我们两个都博了 但是博的过程中间 大家都知道许宗丽蔡宗珍他们是设计这个党产条例的人 然后黄瑞明是提案在立法院同时在所有的投票上面都是支持这个党产条例的油美女的先生 那另外还有一位是另外一个组织申请的回避 所以至少11个大法官里面有4名 他们应该要回避而未回避 那从德国的案例上来讲 应回避而未回避 它其实是一种瑕疵 那个解释文是可以不算的 所以其实这个仗 大家看起来我们被人家打了第一个巴掌 打了第二个巴掌 我们还在等他们最后的视线文 也许我们还要去被他打第三个巴掌 但无论如何我们就是寸土必争 寸步不让 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很佩服雷倩 我听了我都觉得要是我在他这个位置 我大概已经受不了神经崩溃了 我们已经被打了两个巴掌了 好那接着我们就是讲当天 当天的程序就是非常让人遗憾 我们了解说法官不去 因为法官将来还要办案这个案子 他还要判断 所以他如果当天去了 他的立场可能会被党产会将来说他有预存立场 然后甚至把他对如果是对我们有利的判决呢 被他们用来作为上诉的理由 所以法官不去我是觉得很OK的 可是法官不去他们剩下来的时间 至少应该分一半给我们吗 没有 许宗立全部都给了党产会 所以本来法官讲一半 党产会讲一半的那个30分钟加10分钟的时间 全部都给了党产会 党产会讲到很长很长很长 所以如果是一般的人在当时就会觉得很沮丧 因为我们其他人时间都很短很短很短 我要跟各位讲 他们请了四位所谓的宪法学者 你想想看宪法学者每个人都写了几十页的鉴定文书 每一个人你猜给几分钟呢 五分钟 五分钟叫一个人几十页的鉴定文书要讲完 可是党产会有30分钟去夸夸其词的来讲他多了不起 不过我事后就是非常感谢主 我觉得感谢主让他们讲 因为那些宪法学者在四个人里面有三个人认为是合宪的 而且他用各种的方式来粉饰太平的说他如何的合于宪法 他没有违背叫做宪法保留原则 没有违背组织基准法 没有侵害司法权 没有违背功能罪事原则同时 并没有实质溯及既往也就是违背信赖保护之原则 他们讲这些东西 可是党产条例它真正的是一种针对性的 惩罚性的报复性的立法的本质 却在党产会的人的发言中间看得一清二楚 是 这边有两个党产会的重要人的发言 第一个是他的专门委员叫孙斌 他是顾立雄所推荐 在顾立雄离开了以后 连历间离开的时候 孙斌就进来是万国的一个律师 最后总结的是林峰正 是他们的主任委员 孙斌一开头 就讲了许许多多 关于党产条例是如何执行 那他如何的去按照党产条例 实行他的这个 他的公权利 然后他中间就讲了一句话说 这些人就是像我们这些可怜的 申请视线的现在在被审判的这些人 叫做无可保留之信赖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叫做信赖保护原则 他说这些人无可被保护之信赖 意思是说我叫你死就是刚刚好而已 你根本没有什么权利来喊说 哎呀冤枉啊你不可以这样对待我 没有可被保护之信赖 他用这句话来说 因为这些人就是该死的一群人 所以呢要给我们党产会 一个超乎法治的公权力来处理这些人 就是刚刚好而已 所以他用这个无可被保护之信赖呢 来说明为什么要给他们超乎一般法治的公权力 而且说这是具有正当性的 因为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谁都知道人民的财产是要法院判了才可以剥夺的 对啊 那今天你一个党产会为什么可以你自己调查 你自己决定 然后你就说我要把你的钱全部扣留 或者是我要全部的收归国有 这完全是违背宪法原则 可是他说因为他们无可被保护之信赖 这些人是该死的 所以我们应该有超乎法治的公权力 我听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心里想说真是感谢主 你真的把党产条例 它是一个政治报复条例的本质赤裸裸的就揭露出来 另外一位呢就是 大家平常看他很温和的叫做林峰正 他是党产会的主任委员 他在最后的时候 他几乎是用弃速的方式 在描述呢 当年的台湾人民 在国民党的威权底下 是如何如何的不堪 然后说当台湾人民如何可怜的时候 这些威权的有特权的人 他们如何利用威权跟特权去不当取得这些财产 那again他又一次的赤裸裸的揭露了 党产条例是具有高度的针对性跟报复性的本质 而且我有抄下来他最后说呢 这是很高级的 可是可是我们讲的是复联会 我们不是讲国民党 而且复联会我记得有一集你大部分讲到 就是说很多我们复联会是因为讲富人的关系 是国外的友人做donation的 完全正确 对啊 那他这个完全这个大法官 牛丰盛怎么搞糊涂啦 以为你是国民党嘛 我们是复联会 他们讲 而且他专门拿了复联会做例子 我一定要说这个 他说呢 我们在这个威权转型正义的这个过程中间呢 过去的这些人叫做 极力挣扎全面反扑 你这个概念就是跟前面的孙兵你要讲起来 就是你该死我这样对待你就是刚刚好而已 如果你去说不应该这样子的话 你就是富与顽抗 极力挣扎全面反扑 然后他们的一个鉴定的学者是中研院的 他来说呢 哦当时呢有雷震 雷震说台湾需要强而有力的在野党 所以他被如何如何来说明啊 那个威权时代多可怕 可是我认为这就完全是一个反面的势力 告诉我们说 人民向政府争权力是当然的 是理所当然的 当年的民进党他用民主自由 向他们所认为的威权的国民党争权力 所以最后他们所认为的威权的那个国民党 按照他们自己的内部的决定 他们开放了党禁 开放了报警 让台湾人民可以自由的表达 同时可以自由组织政政党 不然你怎么会有民主进步党呢 同时他也在1995年之后陆续的进行了228跟白色恐怖的转型正义 就已经做了 这些时候他们已经做了真相调查 他们做了回复名誉 做了国家对他们的道歉赔偿 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民进党2016年蔡英文上台才在做转型正义 是当时具有权力的国民党已经开始做转型正义 可是现在有权力的民进党用他的威权的方式 用党产条例去没收别人的财产 用促转条例去改变过去的历史 用政党法去解散政治团体 那么人民在这个时候用民主跟法治去向现在的新威权主义的民进党要全力合约不移 他们不但不是叫做什么极力挣扎全面反扑 反而是我们在民主跟法治的过程中间进步的一步 如果你认为民进党当年的抗争是对的 那对不起复联会今天的抗争具有高度的正当性 哎呀大家不知道民进党有点是两套标准嘛 你看看他们现在不但 你知道您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画面 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现在种族闹得很厉害 就是因为一个警察把一个黑人用他的脚压住了他的脖子 这个黑人说我不能呼吸了 I can breathe I cannot breathe 九分钟 好 我现在就想到那个黑人就代表我们台湾的人民 现在我们蔡政府就用他的脚压住我们的脖子 讲得真好 你看最近不是那个水利吗 农田水利会吗 他们真的是这个是民间组织耶 你知道蔡政府怎么了 对不起我们全部什么公派 以前都是选举嘛 选举出来你市长啊什么监事 不行全部公派 他们怎么就要拿人家的财产 我就想到这个蔡政府就是那个警察 我觉得你与农田水利会这例子太好了 因为其他的人他们可能说你还是有什么 本省人啊外省人问题 农田水利会比民进党的这些人更早在这个土地上 因为他们如果不是很早的世家本地的农民 他们根本不会进入农田水利会的 那在你们民进党认为威权的国民党实在都不会去动这些人的财产 你现在你号称民主自由的政党居然可以去定一个农田水利法 然后你把这些人的财产移转为公法人处理 各位观众朋友特别要讲这个概念啊 我们不管是什么组织 因为有一个我忘了是哪个学者还说 哦他们是组织他们是个人 他们好像说我们是组织我们的权利就不需要受宪法保护 错了 宪法的对于像我刚刚说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这些保护呢 基于人也基于非公法人的组织或团体 是 就你只要不是政府 你就是被那个宪法保护的对象 那现在农田水利会呢 就是他本来是个司法人 他本来就是像我们一样要受宪法保护的 政府立了一个法说把你变成公法人 所有的人都是指派的 你就丧失了你原来宪法给你的保护 那所以这种杀人是杀的可怕极了 因为他不但杀了你 他把你去抗争的正当性都拿掉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啊 如果大家把这些蔡政府找这些民间团体 这些名单你把它摊开来 因为这些都是有资产的 是 没有资产的我不理你 因为你看这个农田水利局是非常有资产的 有土地他们有金钱在那个地方 像在台北都知道 刘宫骏就是一个非常以前整个新生南路 不是就是刘宫骏吗 一直一直流到像现在的SOGO这个地方 那沿岸的这些土地呢 都是这个刘宫骏水利会的 他有非常非常庞大的资产 那一个政府他另一个法把你的资产拿走 这跟共产主义有什么差别 强到 这完全就是强抢人民的财产 所以我每次看到他们还有其他的 比较资产没有那么多的 大家没有那么注意的 我都觉得绝对是台湾的民主法治的落后跟退步 因为宪骏法就是告诉国家 你不能够随便去抢人家的权利 让我多讲一点 你知道民主这个东西最早是英国的 Magnacarta就是大宪章 当时就是人民像那个国王跟贵族说 我的财产权你要担保我 国家跟贵族不能随便说到我这里来觉得 我的牛很好 我的土地很好 就拿走 大宪章的 就是人民跟政府这种宪法的民主的关系的 第一个重要的争议点就是财产权 那今天我们在台湾等于是 那个是一千两百多年 我们等于是八百多年后 我们再打一次这个民主的大仗 我们再重新回去跟国家讲说 财产权你不能动 因为在我们的私有财产制里面 只有法院可以动你的财产权 今天真的心里很难过 我脑筋里有个图像 你知道我们那个司法 所谓的司法都是一个女生 一个蒙面的 蒙面 然后拿那个公平秤 对不对 就表示说 我就是造势事 我不管你是谁 要怎么改呢 要这边 呃 弄了一块不知道 出来看你是谁 然后再来做决定 对对对对 所以其實我覺得台灣為什麼現在的民主 真的開到車開到什麼 開到我們國民黨來之前的那個倒車 因為日本時代那個時候是很威權的 對 日本那個時候對我們台灣人民是什麼 你不能只能學醫學院好 你政治是不能去碰到 你就是次殖民地呀 你在這裡生產稻米生產糖 然後供居需嘛 所以當時有 台灣到現在還有這麼多的皇民 在懷念當時的皇軍 然後我還知道有很多 包括很多人可能喜歡的林長佐 他時常去唱日本軍歌的嘛 就是這些人他完全沒有一個 作為獨立自主人民的自我尊重 可是到了民進黨第二次執政之後 我認為他最可怕的 就是知法玩法 就是他現在呢 就是用依法行政的方式 他去立了法律 創建了機關 然後依法來剝奪你的權利 可是在知法玩法的 這個架構上面剩下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法治三點水的那個治 就是人民 憲法跟人民 跟行政機關的這個三角關係 所以6月30號的那個視線 其實非常的重要 我要跟觀眾朋友講啊 雖然當天你會覺得好像很沮喪 因為就是11打3這種感覺嘛 就很多人他們那邊的大法官已經有新政的很多 然後黨產條例的這個支持者有很多的時間講話 鑑定人是3比1 就是看起來是很沮喪的 但是在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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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露出了一個線 這條線呢 就是黨產會 用林明欽這位 算是法學學者 他們說他也可能是未來的大法官說 哦 所謂大法官具體法規審查要限縮他的範圍 請大法官來考慮 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就知道這是他們在設計的一個 算是給許忠利解套的東西 因為譬如說派你穿這件衣服 這是一件花衣服 我看起來我就應該說他是花的 我應該說他是違憲的 但是如果我一直限縮限縮限縮到這個紅點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得說他是一件紅衣服呢 我就可以說他是合憲的 當他們這麼說的時候最後我們就呼籲他說 憲法涉及了對於人民的實質保護 就是我們的剛剛講的言論自由啊 解釋自由啊 你的財產權啊 憲法是對於我們所有的非公法人 和一般的自然人的實質保護 所以大法官不可以限縮 他們更不可以用拒見法的方式來分段處理憲法 所以請觀眾朋友一定要看 等到他們最後寫出來解釋文 如果是分段處理的 他不去思考法的精神 只考慮那個細細細細的條文的話 你就知道他們只是在粉飾太平 那麼台灣的司法就只剩下一個 一個型貌一個外貌 他不但沒有實質沒有精神 他甚至連憲法誡命 就是憲法告訴你最重要的事情 他都完全消失 那那個當然就是最壞的一個情況 不過在我們回來之後呢 當天當然婦聯會有發新聞稿 因為當時林峰正他在舉例的時候就故意地舉了一個很可惡的例子 那麼我待會再回頭來講這個例子 但除了我們新聞稿以外 我認為北高型的法官們非常有道德勇氣地連發了兩個新聞稿 就是當時有兩個法庭一共六位法官申請示現 他們當天沒有出席 後來他們用新聞稿的方式 也補了文書給大法官 但是他們用新聞稿 我覺得用新聞稿的意思是 他是放在北高型的官方網站上面的 大家上去可以看得到 而且他就代表了他願意站在他自己的立場上面 不退縮地說這就是我的立場 蓋了一個章的那樣的新聞稿 在那裏面他們有說他們認為 用一個黨產會來處理財產權 就是違憲 我覺得非常讓人感動 所以我們站在這裏也許你會覺得 啊沒有用啊沒好啊 那大法官11比4啊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站在這裏 那那些法官哪裡有機會來說 他們真正相信的呢 每一個勇敢地站在前面的人 都需要知道說他不是單獨的站在前面 那麼這麼勇敢的這些法官 我真的覺得要給他們拍手 因為你知道我們不是司法人 他們可是司法人 他們是司法院的法官 在司法院裡面最大的老闆 就是司法院院長 是大法官這次主持的許忠麗 然後在這些法官的最上面的法官呢 就是大法官們大法官會議 所以他們敢就好像一個軍隊裡面的校級軍官 敢去告訴他的總司令或參謀 總長說這是我認爲什麼是對的 我覺得真的要給他們拍手 因為他們這麼勇敢地站在了憲法 揭命站在了憲法的原則 站在他們作為一個司法人的風骨上面 用新聞稿的方式來寫出來 太好了 因為其實我們不管怎麼樣 你的職務是法官 你的職務是檢察官 我們都是人啊 人我們做事 我們常常說要憑良心 你今天做事 人在做 天在看 那我就常常想 他們晚上睡得著覺嘛 因為人不管怎麼樣 一定有一個良心公平在裡面 所以這些年輕的法官 就是告訴他們的前輩說 這是我們相信的 這是我的良心 請你們 請你們要考慮 所以到時候我們要看他們的視線文 真的寫的是什麼 這是很重要 那我回去講那個 林峰正他就利用機會來 又來打我們一個耳光嘛 他要說 互聯會是一個不當的組織 所以他利用這個 一邊起訴說台灣人民多可憐的時候 他就舉了兩個例子 一個例子呢 就是說這個 老君捐款是不樂之捐 這個我們之前講過很多次 他們一定要叫他老君捐 可是他根本就不是政府的稅捐業 沒有在政府的預算裡面 他是民間的組織所捐的錢 但是有一個東西叫做74次分波會議的紀錄 我們有他們也有 那他故意的把這個分波會議的紀錄 挑一個說 哦這個分波會議呢 都是有警總參加 然後他們在中間的不當取得了很多的財產 那我覺得他就是用這個故意要來混淆視聽 因為警總會讓人家有很多那種白色恐怖威權的想像 事實上74次分波會議是就進出口 公會他們會員在前一年就決議說明年我們每個不同的單位要捐多少錢 而且已經捐了錢他們在進出口結會的時候有銀行代扣啊 這個這筆錢呢 就是已經捐了的錢要怎麼樣處理來做的分配 算是一個事後的工作會議 所以這個分波會議不是像他讓你想像的說 哦把那些商人都找來 然後警總的人在旁邊壓迫他們 用威權來逼他們捐款 完全不是 另外呢 為什麼會有警總呢 別人說那為什麼找這組織 因為落軍捐款 是有人要到軍隊去 或者是有錢要到軍隊去 你去落軍的時候都是有人有錢嘛 那所以你必須要有那個適當的組織 你要有人事審計監察的組織才能夠來處理這個事情 又加上你要去各個不同的軍種 當時呢就一定要用一個總部層級來主辦 我們國家那個時候有五個總部 陸、海、空、警備總部、聯勤總部 只有警總有人事審計監察 所以他們是罪事組織來處理 所以他們被召集來開會 然後說今天我們要去金門明天要去馬祖 跟我們一樣大家都知道以前是不能隨便去金馬的嘛 所以這種東西他們一定是要做協調跟執行的單位 同時再跟觀眾朋友講一次 今天我又看一個新聞稿說 我婦聯會去不當取得了900多億的捐款 Sorry整個的落軍捐款 Total的數字是174億 分給婦聯會的是62億 我們從來就沒有900多億的捐款 這些人不知道哪裡幻想出來的 唉 邪惡的政府 我真的不知道我們朋友們聽了一定心裡跟我一樣很難過 我想大家問 主委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我們都是一些庶民 有的在海外 有的在台灣 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能夠來幫忙 嗯 第一就是堅持不放棄 因為我有好多朋友都覺得好絕望 因為每天看到 就像我剛說 今天打你左臉 明天打你右臉 過一會開會的時候給你10分鐘 就是每天你都在挨打 我覺得堅持不放棄啊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邪惡的力量的最大的武器 就是讓你覺得失望 讓你覺得算了吧 沒有用的 這是第一個堅持不放棄 第二個呢 就是我覺得在現在到8月或者是9月 我們就算說他是7月底說8月好了 這兩個月中間 一定要有更多更多人來討論 台灣的民主法治走到了今天 是不是走上了一條威權的不歸路 就是當你有一個政黨 他完全執政的時候 他有行政權 他有立法權 他又掌控了最高的那些司法權 因為在美國的朋友都知道 大法官是終身職 不是說一個總統8年就可以重新換人的 我們現在已經變成這個 完全不穩定的一個制度 那麼走到了一個 權力高度集中的新極權主義的時候 台灣到底還有沒有民主法治 我覺得這個討論 一定要一直不斷的在問自己說 這麼多年來 從應該說從1911年 那些人拋頭顱撒勒血 你必須要記得我們的國家是從 是從軍權 是從地制中間建立起來的 所以當人民去向政府要求一個新的權力的時候 到今天他走到這一條不歸路 還剩下什麼 然後更重要的是 我特別請Ped要幫我們呼籲就是 我不相信這些大法官 他不怕後世的史家憂憂之筆 我不相信他們完全不顧他們的同僚同才們 對於他的指指點點 雖然他也許有的時候把他的良心放在一邊 換了自己的榮華富貴 但是都是法律人的人 彼此也知道你今天在胡扯什麼 所以我很希望這些念法政的人 尤其是念德國的和歐洲的法律 我覺得用美國的也可以 就是說 就比較法學的這些學者呢 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用文章用討論 來告訴台灣的老百姓說 Wait a minute 現在這個狀況是不正常的 現在這些大法官 或者是這些所謂的法律鑑定人 告訴你們事情 並不是事情的常態 譬如說我剛想起來要跟大家講 我們在那個6月20號啊 就是在30號辯論之前呢 看到有這麼一個研討會 就非常的感動 叫做由憲法角度看 我國政黨地位與政治參與權 那麼去合辦的單位 就是中華民國的憲法協會啊 21世紀基金會跟奔騰 最重要的是裡面去發言的人 有一位是大家很熟悉的蘇永青 他是我們前司法院的副院長 也是前大法官 有高思伯、廖元豪這些年輕的學者 也有德國法學非常精深的 很熟悉的蔡志芳老師 是南部城大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已經站出來了 就是法律人、法學家 站出來討論人民的結社權 蘇永青老師講的 有一句話我非常的感動 他說結社權呢是絕對的 集會跟結社都是放在第14條 但是集會因為有臨時聚集啊 有時候你要有公共安全的考量 所以你可以做一定程度的限制 可是結社權是絕對的 他說非必要你不能管 就算是說有幾種特別的情況要管 比如說要去做政黨 那政黨也只能在事前 他們要成立的時候做一些事前的審查 不可以在事中或事發的時候去管 這就是他的意思 就是說我們國家現在用手伸進了各種的組織 利用所謂的法治化去做什麼 財團法人法、社團法人法 然後又去做宗教法人法 現在要去做農田水利會法 全部都是在侵犯你國家本來不該管的結社權 我的人類學的老師他時常舉個例子 他說就好像懷孕 pregnant 你沒有a little pregnant 你要不然就是懷孕 要不然就是懷孕 就像美國人講 為什麼憲法第一修正案 言論自由你不能碰 就是你要不然就是有言論自由 要不然就是沒有 因為一個99%的言論自由 那個剩下的1%可能就是你真的要爭的自由 所以無論是言論自由或是結社權 其實都是一種絕對的權利 政府是應該不該管的 那像這些學者們他們已經站出來了 北高行的六位法官已經站出來了 我覺得如果有更多有良心的人 願意一而再再而三的出來呼籲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像當年反威權運動一樣的 現在的反極權的政府的運動 我們必須要重新建立台灣的民主法治 三點水那個字 就是憲法保障人民的權利 憲法節制政府的正當權利 政府不可以擴張權利或濫權 來侵犯人民受憲法保障的權利 太好了 朋友們大家如果身邊或者您自己是在法學這方面有研究的 就請你多多寫文章 然後在各大報紙發表 或者寄給我們都可以 寄到這個互聯會 或者寄給我們的臉書 我們都可以 同時如果你願意上節目的話 我們也願意免費去給你製作節目 因為我覺得現在是全民運動 因為這個政府實在是邪惡的政府 做出這樣子不公不義的事情 好那 所以我還想問你一件事 我記得上次我們訪問你的時候 你說過你們要成立一個 成立一個基金會 不是一個基金會 是一個基金會 那為了讓那一筆財產能夠更有效的利用 我們就要申請一個基金會 到今天 還沒有嗎 衛政衛福部一直不斷的退見 從去年的11月8號到現在7月3號 他們不斷的退見 然後最後一次黨產會還說 哦 他們現在已經被內政部解散了 如果他們將來這個解散的結果是不解散的話 就麻煩你衛福部再來問我們黨產會一次 這個錢可不可以用 其實他明明在去年3月19號 就已經說了這個錢是可以用的 啊 所以啊搞了半天 大家聽到了嗎 還是要錢 因為今天婦聯會的落到這樣子的地步 其實基本上就是他們要這個錢 而且他們要報復性的 對 但是這筆錢真的不應該去放到國庫裡面 被不知什麼內容去用 但是你知道他要去發這個三倍振興券 隨便 這個錢隨便就拿出來了 政府完全不差這個錢 去年在證交稅的時候 證交證所不是二兩稅合一嗎 他們超收了兩千多億 政府根本不差我們這個三百多億 可是台灣所有的社福團體 台灣所有的希望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夠幫助年輕人 幫助老人家幫助青年們發展的這些所有的團體 他們卻非常需要這筆錢 所以我們全心全意的在保的並不是只是婦聯會的未來 我們在保的是台灣許許多多的團體 他們實現夢想的機會 太好了 朋友們 我們大家一起來支持婦聯會 我們跟婦聯會站在一起 好那我會不時的向各位報告 向那個林主委請教 婦聯會我們現在尤其是已經在司法那邊要做解釋 大概是現在不定期七月八月九月不知道 好那我們會即時的會關注這些事情 那還有一件事情要請求大家祷告 剛剛講說我們五月二十七號被停止執行 六月八號的時候內政部就去抗告 所以現在在最高型 我們期盼最高型的法官呢 能夠真正的像那一天的這個會議一樣 去理解到說 結社自由的高度的憲法性 那麼用一個政黨法去剝奪別人的生存權 剝奪他的結社自由是很可能高度違憲 而維持北高型的原判 我為什麼要請大家來禱告呢 因為我們有一次有一個案子 是黨想會抗告到最高型 然後一天之內 我們連支都不知道 我們去補那個陳述狀的機會都沒有 就被判我們輸了 因為判我們的人是蔡英文的表姐林美珠的先生 那個庭長他在一天之內就判我們輸 根本沒有給我們任何時間可以去回答 這一次黨產會送到最高型的抗告狀 也是做了一個非常可怕的司法動作 他上面說會禁送給我們 就是表示我們會知道他們抗告 但事實上我們完全不知道 到了16號是有一個好心的書記官問我們說 你們怎麼沒有送那個答辯 我們說我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補了公文給我們 然後給了我們時間 叫我們在30號之前可以答辯 如果不是有一個好心的書記官 我們這次就又被陷害了 又被司法小動作陷害了 這些人都是司法人 他們知法玩法 所以要請各位觀眾朋友為我們禱告 希望這一次能夠有公平公義清潔的心的法官 跟何怡婷來明白這件事情 至少你要停止執行 你要讓他先停下來 因為人死了是不能附生的 你把一個組織消失了以後 再怎麼樣都不可能救濟的 沒錯沒錯 好今天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非常謝謝仁謙主委 這個每次看到他 我是心裡又感動又佩服 因為我覺得在這個情形 現在這個氛圍之下 他能夠撐得住 能夠帶領的副聯會往前走 不但是副聯會 而且他對我們政府的這個司法 做一個挑戰 我們的憲法做一個挑戰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很多 這個蔡政府的做了一些邪惡的事情 真的是忍無可忍 那我們用什麼方式呢 我很佩服他 因為他會想出一些戰略 然後用法律的角度來去攻擊 我們不但用法律 我們還是用禱告 因為我覺得常常 人不成的事情在神是可以的 那你們會覺得 我如果不信主的人 覺得我們有點相怨 可是我覺得 今成所至今時為開 那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好 謝謝 謝謝 好 掰掰囉 掰掰 喔 掰掰 ouais 你們 你們 اخ